想说就说,非说不可 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今天呢,我要来讲一讲韩国语 我觉得我要说他两句 为什么呢?因为他最近说说话了 说什么话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注意到 但是我特别发现这个梅嘎 我一定要跟各位讲一下 什么梅嘎呢?他不是说了吗? 他说,我不支持台独 所以支持台独了,请去投蔡英文 我不要你的票 其实韩总我跟你讲 你这句话讲的真是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呢?因为 你应该这么说了 你应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政治的骗子 我不是一个政治的垃圾 所以呢,我说话算话的 我说不台独就不会台独 所以你支持我没有用嘛,因为我不会台独 所以不要支持我嘛 可是你怎么叫他去支持蔡英文呢? 蔡英文这种混蛋,他怎么会台独呢? 他们这些人,蔡英文 陈水扁,这些新潮流的 他们哪是要来台独的? 你看看今天300万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哪是台独?台独个屁啊 他们根本就是在捞钱的,捞台币的 根本不是台独的 所以说,你今天叫那些森林人那些傻逼 你叫他们去支持蔡英文 你不是害他们嘛 对不对?你好歹要当总统的人 你佛心来着 你虽然立场很清楚 你说你不会台独 目的是你也要告诉他们不要被骗嘛 虽然这些人我觉得自死都是一个蠢货 但是你以后当总统的 你要爱护一下这些比较傻比较蠢的这些子民 告诉他们不要上当 即使要上当,也不要上这种混蛋白痴的棒 骂这些台独生虑的刚好而已了 你看看今天陈志忠还说什么话 他居然还反向韩国瑜说 你要支持统一的话 去支持韩国瑜啊 废话 我们就是挺统一 所以我支持韩国瑜嘛 我们真正当当不骗人嘛 哪像你们父子 哪像你们一家人啊 你们家真的是没有一个世人都畜生 爸妈贪污啊 你爸爸还当在全国人面说 台独我做不到 你当我怎么选上的 不是那些台独生虑的支持你吗 你陈志忠呢 嫖记啊 爸妈生你这个小孩去嫖记啊 一家都畜生了 骂你刚好而已 像空心菜 连学历都被独派质疑 独派都质疑你 所以你会台独吗 你要是会台独的话 独派怎么会质疑你呢 为什么你的学历被大家质疑说 你学历是假的 而且我觉得 就算你学历是真的 物理是你表现出来的 也跟没有学历是一样的 你的智商 我真的怀疑你可能比柯文哲还低 柯文哲是领长类 停留在猿猴啊 你比他高表多少 所以我说韩总啊 我再三恳求你 不要再骗那些深绿的那些傻逼 叫他去支持蔡英文了 他们不会台独的 我告诉你 你真的要 叫他们去投台独的票 你去把黄欣介 从坟墓里拉出来吧 他才真正的台独了 其他人啊 狗屁啊 跟你讲 所以啊 韩总 我们亲亲爱爱的 韩总 你要是听到我都呼吁 麻烦你啊 赶快纠正一下你的话 你一定要好好地跟那些支持台独的人说 我不想骗你们 但是呢 你们要是喜欢被骗 喜欢当个傻逼 当个猴子 当个笨蛋 去被人家骗的话 去被那蔡英文 陈水扁 这一帮新潮流的王八蛋骗的话 那你就去吧 不要来支持我 因为我不会骗你们 我真的不会台独 这句话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 因为呢 他们真的是一群 听不懂人话的傻逼 OK 好 今天就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